天气渐渐转凉 社会弱势族群需要各界来寒冬送暖 苏昂南顺宫佩天府吴府千岁 将在10月20号周日举办禁宝殿安座大典 并募集了社会人士及公司航号等各界的爱心及物资 共300份来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预计在当天的早上10点开始 将各界爱心来送给苏昂镇中低收入户 让他们来感受人间处处是温情 南顺宫佩天府吴府 这次就是本居南顺宫佩天府 我们这个志愧安座大典 还有特别邀请十方圣神大典 来基盘一个寒冬散乱 乡船做人的爱心活动 也感谢这次赞助的这些青春和十方圣神大典 总共有目标三百份 就是要分保我们所欧庭专专专专业的剂收入户 兵户家庭 希望对他们生活有点改善及帮助 苏昂南顺宫佩天府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社会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弱势族群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共同伸出援手 让弱势家庭能够温暖地度过寒冬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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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 李宗盛